5月份零售销售额在强劲的汽车销售带动下同比大幅上扬6.1% 但是如果不包括汽车的销售额同比只微升0.9%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5月份零售销售总额约为35亿元 比去年同期的33亿元要来得高 这当中汽车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飙升46.6% 医药和洗漱用品也大增10.3% 百货公司、超市、便利店以及手表和珠宝店的销售额 增幅介于1.3%到4.9% 不过加油站和休闲产品的销售分别大跌16.2%和11.9% 光学产品和书籍、通讯和电脑以及餐饮销售也都下跌